西葫芦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凉拌西葫芦的做法 这道菜真的非常清脆可口 下饭又下酒的一道凉拌菜 制作也超级简单 我们先来看看制作过程吧 首先西葫芦去掉两条根部 先切片再切成丝备用 或者您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切 大蒜拍碎切成末备用 小米辣切碎备用 锅中水开下入西葫芦 稍微烫个十秒左右即可捞出 不可时间太长 不然西葫芦就软了口感不好 捞出的西葫芦要马上过两遍凉水 这样口感会更脆一些 碗中加入一勺粗辣椒粉 一勺细辣椒粉 一勺白芝麻 把烧热的油倒入碗中激发出辣椒和芝麻的香味 加入半勺盐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西葫芦沥沥干水分后加入小米辣和蒜末 倒入调好的辣椒油搅拌均匀就OK了 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 这道菜非常脆爽辣味十足 开胃下饭 喜欢喝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 非常好的一道下酒菜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